HELLO 各位好,歡迎來到安靜隊遊戲頻道 那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呢 我自己在天梯的實戰操作 那我想說我就補個實戰操作 讓各位看一下到底實際上在玩的時候我都在幹什麼 那這一個錄製是我打完錄完之後才做後製講解 好不好 所以呢,不是我可以邊打邊講 那我們這一次掏金草嘛 我這次排到我就選馬扎爾 因為我想練馬扎爾 為什麼掏金草要選馬扎爾 沒有為什麼 OK,那就一樣嘛 我們一開始照正常流程跑 正常流程跑 OK,那 那 反正這一個影片主要是展示一下 實際上在戰鬥當中的時候 到底 我說很忙,到底都在忙什麼 那一開始就遊俠 呃,刺猴啦 刺猴先去外面造地圖嘛 那最好你可以用你的羊 去外面探看一下視野 好,就像這樣 畫面所示 那你村民就六個村民採羊 那 第七個就想去伐木 我一貫流程都是這樣做的 當然 有很多流程啦 可能七個 可能八個 那 沒跟不一樣 沒跟不一樣 反正就看你習慣哪一個打法 我覺得那個 升封建或升城堡的時間 都不會差到很多啦 你只要不要輸太多 呃,多到那種 怎麼差了一分鐘,兩分鐘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差啦 對啊 好,我這邊一開始在找羊 一直找不到 沒看到嗎 一開始四隻羊嘛 然後我繞了一大圈 我都沒看到羊 然後這時候你其實就要 心儀就要想啦 我現在應該要去找野豬了 所以我這邊其實一直在盤算 我等一下差不多去 列個野豬了 不過我現在還有一隻羊 可以先撐一下 那我剛剛看到上面這邊還有兩個 羊 那我就派刺猴先上去抓 好,這裡兩個 那我就把他抓下來 那繼續升喔 這個城鎮中心就是不要斷村民 好不好 不要斷村民 然後大概 差不多村民的時候 就 就四個伐木補完嘛 然後你就第五 再出的下一個村民就可以去造這個魔方 因為剛好會有一百木頭 我玩的時候都是這樣 好,那接下來這一個村民出來就是 第十三個人口 那這邊就下一個 房子 快捷劍自己都要記好啦 你玩四義帝國不用快捷劍 你這是做夢 不可能你不用快捷劍去玩四義帝國 太可怕了 包含你選城鎮中心 然後選這個 不光是編隊喔 是操作快捷劍的 你要很快的反應 為什麼呢 後面你們就知道了 其實我已經 在四義帝國上已經不算是操作很快了 然後我還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 死村民 然後大家就說 唉唷你怎麼死村民喔 死就死了嘛 死一個村民又怎麼樣啦 當然這個是失誤啦 就我剛剛 我那時候以為就是 我應該可以 找到一個 尖細穿過去了 結果 這個村民卡太緊了 結果死掉了 不過 沒關係啦 死一個村民真的是還好 你看 右下角的分數嘛 就輸 輸也不會輸幾分 而且 真的實際上 不會因為這個村民 就 輸掉這個比賽 不然的話 你被赤猴騷擾 早就要輸了對不對 好 那這裡的話 我也是 就習慣 配四個果實 但是因為剛剛被亂了一下 就是自己亂自己一下 死了一個村民之後 我就派這個村民下去 列這個野豬 然後其實 剛才的肉應該要先繳回城鎮中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剛剛身上九點多的世界人 又是一個小失誤 小細節 然後這個豬也沒有 直接引回城鎮中心 殺也算是小失誤 細節 這都是細節 細節做好 每個細節都做好 你打獅子帝國的勝率就會高很多 但其實 我現在這樣子的玩法已經 呃 比我一開始 就是 這個第一版剛推出的時候 已經好太多太多了 那外面的那個赤猴就 排成去做一個偵查嘛 你就稍微要注意一下 你的赤猴有沒有撞到對方城鎮中心 記得要拉開 不然被城鎮中心射死的話 還蠻虧的 好那 我習慣就分配一下這個 羊的位置嘛 就不要讓他站得太急 木頭的話呢 大概生封劍之前 配個 八到十個木吧 我自己習慣啊 然後採食物就一樣 十三到十四個 就看你 怎麼調配 好吧 然後沒血的先種田 沒血的先種田 因為採羊其實只要六個村民就夠了 你不需要那麼多村民 效益比較差 所以剩下你就拿去種田 種四片田我覺得差不多啦 就依照那個木頭的量去做一個調配 好吧 差不多 差不多剩五到六個這樣子 然後就升封劍 差不多 二十二匹 點封劍 其實應該是二十三匹 因為我們死了一個村民 對面這邊跟我分數沒有拉非常遠 所以 還好 不過他刺猴找到我了 然後這時候有點緊張 小小的緊張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是在我對面阿 可是我一直沒有找到他 你知道嗎 你要看你要知道這個 世紀帝國一開始對戰 不是像你們看到 我之前做的那種重播 好像都上帝視角 視野都打開了 沒有實際上你自己要慢慢走 好那我這邊拉兩個彩肉的去挖金礦 這個分配量我是習慣這樣做 就是稍微有黃金的收入這樣 然後這邊看到城市中心 閃一下 操作一下 操作一下 哇 操作一下 好了 不要被他殺死 然後我這邊看到他下軍營 OK 看起來不是快攻 所以我這邊可以安心的 發展一下 不過呢 我們還是要先圍牆 所以我這邊拉 再拉彩肉的過來圍個牆 好不好 那 我不會在這個時候去拉動伐木場的人 因為 伐木場在封建到城堡這段期間 真的很缺 我覺得 我不是開玩笑的 你真的要小心你的木頭存量 不要隨意的拉你的木頭出來 對 那個真的會 會不夠用 好 上封建 對方也上封建 你看 時間差不多 那我一上封建就準備出肉馬 因為馬扎爾的特性是 可以免費生骨蜂爐 那些 就是 一攻 一攻免費 進戰一攻免費 這個很強拉 我覺得馬扎爾這個特性 讓我 出肉馬是非常的安心 就 蠻強勢的拉 不能說安心 好那 外面刺猴就稍微等一下 我們做了兩隻刺猴就準備 往敵人家裡衝 去騷擾一下 家裡稍微的圍一下城 稍微圍一下 然後操作一下這個 刺猴 OK 對方看到我的刺猴又看到馬扎爾 我覺得他應該知道有什麼意圖 所以 我在猜 這張圖其實 做這個 肉馬的情況還是非常多的 就是 肉馬戰術 一定很多 因為 套金潮通常都原點 原點你用小弓太危險 而且中間有很多自然生物 那個東西會追著你的單位跑 很可怕 然後我這邊走過來之後 發現這邊有漏洞 你用村民自己稍微走一下 你發現走的進來 你就知道這邊有漏洞 記得要補齁 不然 你會後悔 牆稍微的圍一下 不要到時候他繞了單位進來 我很難 很難辦事情 好這三隻 肉馬 往前就是開始騷擾 打村民優先 我這邊有一攻的優勢 所以 可以再屌打一下 然後這裡 關鍵齁 我佔高地打 我佔高地插打 這個小操作要注意一下 那對方 我猜他是知道這樣子 他應該知道有高地插 但是他可能不一定操作得過來 例如像這裡 好我砍他 然後他就 他就會往後操作 然後拉一下 往後操作 都在我後面有沒有 我拉上來 然後他就拉上來 有沒有 所以他知道有高地插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去跟他玩操作 這就是我說的為什麼會說 我在 控兵的時候 沒有時間操作 家裡的原因 這都是前期很重要的 細節操作 你 你不操作這個 你可能 你真的全部死掉 你都不知道 然後最後對方 肉馬還剩三隻 你過來 你絕對是你虧啊 懂嗎 你看 我這樣才有時間回來操作 絕對不是像你們各位想的那簡單說 反正前面 你看 蠻簡單的嘛 沒有沒有 這回事 這高地插 高地插 會插很多喔 你看這個傷害量 有沒有看到 他打我打不到一半 他已經死了 所以 高地插要注意一下 像這種淘金草 是一定會有高地插的 我這裡甚至有點太偷了 我想說用高地插去 抓他的這個 槍兵 想多了 槍兵還是很克制肉麻的 所以 有空就回來趕快操作一下 家裡的經濟 好 好 我們這裡分數 沒有拉很遠喔 而且 差不多而已 才多30分 就等於是沒有優勢了 好 繞進去看一下 他應該靠近城市中心 會把村民拉進去 如果夠近的話 喔這邊很聰明喔 這個對手沒有拉進去 稍微 操作 點一下村民 他很緊張 然後就拉回去 成功 你看喔 這裡就是我正在前線操作的情況 大概就是長這樣 然後繞出來看一下要殺什麼 你看這時候我家裡不可能有一絲絲的時間去操作 好不好 一直 我拍這個 我拍這個實戰的操作 就是為了跟 跟一些 那個自以為是的人講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高手可以 就 真的在打 把世紀帝國當這個 自己的職業在打的這種 業餘職業在打的這種 玩家 他可以 但我不是 好不好 我不是 我覺得我現在這個 排位跟成績 分數已經差不多了 不過還是會繼續努力拼上去拉 就 用觀念 再加上我還僅有 剩下的這些手術 還可以做些事情 那對方這邊發現數量不行 往後退馬我們再稍微追一下 但是他還是有長槍兵 這裡其實這邊有個判斷就是我 不用再跟他打了 因為沒有機會 他那個長槍兵數量上來之後就 沒什麼機會再攻進去 不過你 記住一定要肉麻繼續的繞 你不要讓肉麻直接 就 不騷擾他了 因為這時候對方會沒有壓力 他會不爆長槍兵 你要讓他多爆一點長槍兵 拖慢他的經濟 這裡 這個兵工廠造起來 然後開始研發馬蹄鐵 我們之後上城堡要轉騎士 家裡就持續的慘農民 那這裡木頭稍微留的有點多了 因為要操作又要補家裡的經濟 沒什麼時間 這邊排城排完之後 就稍微回家看一下 這邊排完然後回家看 其實差不多30個農民就可以研發 那個 手推車拉 我這邊其實 有時候我會覺得手推車太久了 我就不想研發 然後這邊牆一樣圍一下 圍一下 用房屋再加上那個 木牆稍微圍一下這個 旁邊家裡 不要 後期也會後悔的事情發生 這裡收一下村民 就是為了要 直接把身上的食物先繳回去 然後這裡 差了五點 虧 好升級 我們這裡 點城堡時代 對方分數反超了 反超了 對方是土耳其啦 忘記說了 土耳其在淘金潮也很常出現 因為他有一個大後期帝王的優勢 他的火槍很強 非常強 千萬真的要小心 對方這時候肉麻換他過來騷擾一波 那我這裡肉麻就要回來 幫忙一下 不過村民血量升上去有織布的話還好啦 這兩隻 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那這裡就沒辦法 這個操作就沒辦法操作好 不然正常應該要拉那個 血村 村民回 就是殘血村民出去 可是我一直點不到他 我一直點不到他 那有時候村民真的太小了 點不太到 可惜 這裡肉麻回來防守一下 不要讓他在家裡亂還有看我在幹嘛 村民回來 村民回來 擊殺 舒服 嗯 這裡我們一樣 趕快拉那個農田的回來 補一下旁邊的牆壁齁 就圍死 留一條道路就好了 這裡圍起來 然後上城門 就是這樣 因為對方到時候打擊用戰術的時候 我會需要城牆的 不然家裡真的無瑕管通 無瑕管通 好這裡我直接再拉兩個村民出來造第二個馬舟 因為 差不多等下城堡時代出來 我就要開始 爆一波馬 其實有點太玩拉了 要早點拉這個馬舟了 停種先元八 對方應該也知道我生城堡了 他應該會有所防禦 然後這裡我 二級木也先生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為什麼要生二級木呢 因為我現在 其實雖然說 木頭殘量很多 但是你要為了長遠去做 預留 那我只有配六個法木的情況下 二級木才能讓我撐住 因為到時候農田全部沒了 乾枯之後 你需要再補一波農田 那個時候 你的木頭就會直接消失很快 這裡雙馬就有開始爆這個騎士 然後我看到對 所以我其實刺猴在前面繞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應該也知道吧 可能不知道我講一下 因為他超金草一定會前置蓋東西 你一定要搶中間的礦 所以通常村民會先往前蓋東西 這裡他直接拉城堡 我這裡要操作了 各位 這裡就是操作的部分 這就是 前線操作後方無瑕管 無瑕控制家裡經濟的一個原因 就是這樣 我要一隻一隻去點 而且甚至我要用排層去點 然後繞他 不過這裡還有好消息 是中間的這個 這個像是獵豹的東西在咬人 有沒有看到 那他木牆生起來就想多了 我騎士砍木牆很快 趕快把他砍爆 好 這裡繞進去了 Nice 砍爆之後就繞進去 然後你看 中間這個野生生物多到爆炸 他村民其實 這邊有點虧喔 他村民死很多喔 基本上沒有得留下來 你看 超多 這就是淘金潮的特性 這裡要小心一下 那對方長槍兵這裡雖然說 一直圍著我騎士打 但是因為騎士是城堡兵 然後 長槍兵才封建兵而已 我們硬砍還是砍得過 只是會稍微小虧一點點 其實這裡我不應該跟他獵豹打的啦 不過就算了 我就先把他砍一砍好了 因為我 我原本以為他不會過來再蓋的 結果 他竟然上駱駝 真沒想到他竟然會上駱駝其實 而且還繼續派長槍兵過來 然後 又補了一波村民 哇 這邊排成殺齁 能殺算多少 然後後方出來的騎士就繼續坦 你看這個有多吃操作 這個其實真的超吃操作 這邊又真的很簡單 我這邊一個村民過來原本想要蓋個東西的 結果 我沒想到他繼續堅持的要繼續蓋這個城堡 不過他村民損失慘重啦 你看到這裡他死傷真的很大 我這裡也 也有在踩石頭嘛 所以我們這裡也是要蓋個城堡 結果 這裡不行 我以為擋下來 結果沒擋下來趕快刪掉了 這樣我就不會浪費木頭了 我們把城堡往後蓋 所以我這裡把城堡往後稍微的部署一下 因為 對方城堡已經蓋起來了 我們城堡時代 沒有什麼特別有效的手段 可以對付對方城堡 所以我們 不跟他正面衝突 家裡的 經濟我一次拉七個村民先去法木 我不管 然後 剛剛踩石頭 全部拉出來做這個城堡 希望他不要提前過來 稍微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等城堡起來 然後 然後 伐木那邊也是會補 補伐木到前線去 就是 就是把伐木補個近一點 拉 你有時候木頭伐一伐會太遠 然後 再來就是 科技要升 然後 跟蹤技術 升級 這裡的騎士我 決定 不會跟他打城堡 我不會打他城堡的好不好 這樣就蠢 這裡城堡射很痛 你不要真的傻傻去跟他打 有時候你看到對方上城堡的 你就不要跟他硬幹 反正我這邊城堡也撐住 我這邊還有一片 一兩片金框可以爽拆 我們就先拆 好吧 我們繞一下繞一下 這裡我選擇繞一波 繞過他城堡 從右邊做進攻 我們不要讓他誠心如意 不要以為中間封的一個 城堡就可以阻止我 沒有沒有這回事 那這裡 要特別注意 淘金槽因為黃金非常多的關係 你的經濟配比 就跟你玩一般圖不一樣 你這邊黃金配多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 你可以狂升黃金兵 完全沒有問題 這邊我騎士是想要硬砍進去啦 但是你看到他拉很多村民出來修 我這邊在試圖找路 那這裡看到一個剛蓋起來的馬就 硬點 硬點 然後 我一直都有在用筷子艦造兵 你可以看左上角的序列 我是一直都有在用筷子艦造兵 他發現事情不對勁了 趕快拉更多的村民 哇 駱駝騎兵超多 趕快往後拉 這裡我要繼續用高低差跟他打 你看喔 這個是駱駝騎兵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高低差優勢 你還是有辦法砍贏他的 好吧 這對方可能有點大意了啦 他可能覺得駱駝騎兵可以屌打騎士 沒有這回事 這高低差還是差很多的 然後 這邊 我 要砍他的彩晶礦村民 所以我發現竟然可以直接繞進來 哼 屌打 好 這土耳其出火香兵了 小心一點 我們這波騎士很重要 不能送掉 然後中間這個騎士你看 因為沒有彈道學的關係 其實騎士從中間經過還是蠻安全的 暫時也不用太擔心說 他把那個 城堡拍在中間 我騎士經過會怎麼樣 不會 對 你只要持續的移動下 他沒辦法對你造成傷害了 經濟沛皮看一下45個村民 齁 然後一直沒空去補 沒有空離家裡 這就是家裡經濟沒辦法顧的 其實在打的當下真的很緊張 就是 你一直要看對方的兵有沒有突然 再打你 你要趕快移動正確的位 像這樣 一個高低差去打 然後家裡 這時候才有空回去做這個 喔 對方失誤了 這個 火槍兵 直接走到前面來 失誤 失誤 火槍兵先抓掉非常的賺 火槍兵也不便宜 所以這樣抓掉的話 他大虧一波 他大虧一波 然後他的落合騎兵 竟然還砍輸騎士 他一定覺得很崩潰 這邊我們不 不管他中間的城堡 我們直接繞他家 繞進去 干擾一下經濟 這波交換我就很直啦很直啦 好這邊村民超多 直接自由戰鬥 自由戰鬥 雕砍一波 然後中間我在看 看一下中間他們在幹什麼事情 剛剛好像沒看到 然後就繼續去砍 落後騎兵直接吃掉 Nice 城堡中心有攻防升上去的情況下 就是防禦升上去 有騎士不怕 不太怕的城堡永遠的劍 但是我們還是要小心應對 就是 這些騎士都殘血了 所以我還是不要在城堡中心上去擋 後方要持續的爆騎士齁 這個就是城堡直接馬爆 馬爆對方 因為我們馬扎爾有這個 一攻的優勢 而且現在城堡時代直接 免費升兩攻 很強啦 我覺得這個 特性還真的不錯 就是在打這個快攻的時候 你會非常的有優勢 你會直接贏對方兩個科技 這樣 一個科技或兩個科技 好 這裡我是硬砍 硬砍他外面的劍 對方其實這反應也是很快的 他蓋 蓋容器也不是說蓋得很慢 恩有沒有 家裡有封牆 他的落後騎兵砍不進來 不然他那個落後騎兵在家裡亂位是很煩的 如果他今天不是繞一隻 是繞個三四隻過來的話 我跟你講也是很麻煩 所以圍牆圍好 好習慣 能圍我們就圍 硬砍硬砍齁 不要讓他修起來 哦這裡竟然在點城堡 這裡看到 趕快回來 趕快回來操作 點他的村民 我這邊不能讓他上一個城堡 這邊如果城堡在他點起來的話 我就完蛋了 所以這裡要操作一個一個點村民 把他村民點開 超級難點的 你看 他那個城堡 然後前線也被打 這邊也要操作 然後這邊也要點 呵呵 有沒有看到 城堡也要點 城堡也要點村民 不要讓他蓋起來 然後對方發現蓋不起來了 回城市中心 然後這邊蓋不起來 對方GG 好了 這一場大概就這樣吧 我想 各位應該很清楚 實戰中大概是怎樣的緊湊度 可能 沒辦法像很多高手那樣子 切來切去 畫面撩亂的要死 但 我覺得這樣已經 已經是差不多現在的 實力就只能這樣子了 好不好 我真的沒有空一直練這個新帝國 那 我主要還是跟各位講說 實戰上其實是這樣操作的 我們看到的畫面是怎麼樣 讓一些沒有站在認真打1v1天梯的人 可以有所了解 那 順便也跟你學習一下 實際上操作的時候是 什麼樣的情況 OK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那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 勢力帝國的影片 那喜歡這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集中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